哦 两枚都没有翻 这个我觉得有逻辑在吧 就比如说 拉姆斯如果翻掉皮卡的话 那小K这边就可能以为你要出胖子 那我把胖子比较依赖 他比较依赖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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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但是就感觉就有这种逻辑在里面 小K对于这张新的一个炮车 因为不管是三重 而皇家野兔都不怎么用这张牌 而这张牌本身又比较强 所以他选择翻掉 这个也是反本之词 这就是不是原本的车 对 对 是赖 谢谢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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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 лет's go 拉姆斯上来,他名字里面只有表情,结果上来就发了个表情 皮皮的,但其实今天拉姆斯整个的状态看得出来是比较严重的 上一次,他输掉之后跟他谈心,他也是觉得有一些些紧张 应该很快就会适应了 这边小贴应该还是上了一套超级皇家野兔套 包括Pekka,卡托卡,我觉得新的戴车,Rionhhock,Rionhok下 妖云马蒜与尼 buttons快暗操出来 都是耳门握的身在魔犯王 nessa了 这个新戴车的新戴型 现在,前进攻伸词也会dy松群正弱 可是这个 她是隊伍隊伍隊伍 謝謝你,我的天啊 然后CiaoKey他比较新的Meta HawkRionHouse 1K 1Z RionHouse来 Mega9 酷 不计 RionHouse Mega9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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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风啊还可以 这个李武神还可以配合一下 但是塔雪有点低了 时间可能不太够 看一下他选择怎么打 应该顶超级了 对 顶完超级之后 跟地狱龙 看一下这个蝙蝠怎么下 蝙蝠很重要 呃 这个李武神走进去以后 没有太大的一个多余 这边也终于一定要非常完美的防御座 哦 那位那位 这波看 拉摩斯最后一波机会了 只能顶矿工 但是伤害好像有点不够了 对 然后时间不够了 我觉得这场一个很大的问题 是在于 拉摩斯始终没有找到矿工进攻的一个节奏 而且 在第一波他亏太多血 对对对 他实在找不到机会去出一个矿工了 对 在赛程的话 呃 我们在帮他讨论卡组的时候说 在第一套卡组 问他哪套最有信心的卡组 他 然后就一直一直被牵着鼻子手 其实有时候矿工和野蛇就这样 矿工得势的时候 野蛇很难下台 野蛇得势的时候 矿工也出不去 其实这一盘的话 到了家时应该说 拉摩斯 很高興分享影片 謝謝你 包括低波的分野 是讓LAMUS這套牌沒有很好 沒有拉麵解的辦法 所以在這樣的狀況下 我覺得LAMUS還是要 謝謝大家 從卡圖方面來討論 我覺得這場可以暫時 不忽略這些 但是如果要繼續打 超級內戰的話 可以稍微做一下變速 對 其實在剪這個超級 包括女武神是優勢不是很明顯 我就換電法然後跟在超級牛牛 去打斷一下地獄 包括他還可以踩一下野豬 對 這個精法確實在這場比賽 如何 Can you hit 如果能打破破操 治療下去 好像生長者 哪合一的 應該像我非常害怕 第二一次 可 I get it 當野豬 これ本來的 所以只要香港和幫你 只能站在背後你 沒有人 只有我 Barrell Barrell stonestone Lockbait Sparky Sanjong Sanjong Gang Long Long K Long K K 我看你 Gang Long Long Mam Product Mamantii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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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死掉的话 全满不断 放进了一个可能能于半期 英雷 呃 这 嗯 又又拿出了 OK,快要 我懂 我懂 你 寶貝 寶貝 我懂 这边可以分一波电车啦 博斯 小K这里的 这个是火球啦 嗯 这样的话把这个筒卖 用别的来解让火球一起砸掉 哦,Snape 5M 1Lap Dud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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u No 透明一下 你看看这声音 你还记得注意这声音 这声音量很高的一个声音 有人造成的声音 赵地 有很亏的声音 好,好,好,好 对这声音 好,好 这声音 不太重要的东西 我们,我们 gracias 我们先拍了 我们先拍拍观看 中文字幕 我们先拍摇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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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ies 我们先拍摇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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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然後繼續去分店車 然後用冰人去拉一下公主 是比較好的 因為他帶了 玉琳 或一隻 左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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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右邊 左邊 左邊 右邊 因为小K也是拿自己的成名绝博筒 也是发挥非常不错 而且小K他这里很聪明的一点 是在于他带了一个墓碑 去针对对方的一个锤子 对如果说这个墓碑是个电塔 都会好打很多 嗯 所以说这个就是前期的一个准备工作 那么在这场比赛最终分出的胜负是小K 一样 靠着靠着靠着 第一局比赛 我觉得达默斯最近的话 自己对自己的信心不是很足 平时训练的话感觉 哎状态还可以 上场之后 感觉是没有找到 尽快找到比赛的一个状态 打卸下赛的时候 确实还是要注意到自己的 现场灵场的一个状态 包括像 进行的一些调整对吧 像刚才那个打火球 我觉得其实完全可以做的一件事情 嗯 嗯 嗯